大家好,我是长得并不帅的海帅 这期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冰镇脆爽烟黄瓜的制作方法 我们准备一下一会儿要用到的食材 黄瓜四根 蒜头 小米辣 葱 姜 大蒜 八角 花椒 鸡精味精各一勺 生抽150克 姜油50克 我们把蒜头切成段 小米椒切圈 黄瓜从中间切开去除瓜瘾 然后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块 葱切成菱形块 姜切片 蒜切成蒜片 用刚烧开的水冲蒜糖 然后快速捞出 泡入凉开水中 彻底凉透后捞出来备用 锅中倒入300毫升水 放入酱油 八角 花椒 倒入葱 姜 水开后煮两分钟煮出香味 然后关火倒入鸡精味精 接着我们把蒜片小米辣 倒入料汁中搅拌均匀 让它自然晾凉 我们在切好的黄瓜 倒里边放入两小勺盐 抓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 我们可以看到盆里 多出来很多水 我们把水倒掉 拿出一块纱布 使劲挤出黄瓜里边多余的水分 我们把蒜桃倒入几锅水的黄瓜里 然后把晾凉的料汁倒入碗中 把黄瓜装入保鲜盒里 放到冰箱冷藏 4个小时以上即可食用